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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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那個還沒對好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導播現場 OK 全國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是過年期間 投資朋友你在家裡收看電視 那我今天解盤會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來帶過 因為平常的盤式相當的緊張 那我們今天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一定的一個收穫 當然我們在關盤的過程裡面 我們在看一檔股票的時候 大家最關心的是什麼 這檔股票買來會不會賺錢 不能買到高點 你買到高點跌下來就不得了 那如果來判斷 這檔股票高點到了沒有 那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叫波浪理論 很簡單 上漲5波 下跌3波 那為什麼上漲有5波 下跌為什麼沒有5波 只有3波 因為下跌的時候 它是重力加速度 你買股票要用錢 所以你必須準備錢 你要買100張股票 你要把錢算好 但是你在賣股票的時候 不用算了 電話打去幫我把股票出掉 一句話就賣掉了 所以下跌的時候 通常會有重力加速 所以我們下跌的時候 只有3波 那上漲的時候有5波 出生段 拉回 通常拉回的幅度 是上漲的 這個三分之一 或者是0.382 第二波 通常是第一波的兩倍 比如說這邊漲1000點 那這邊就有機會 可能會漲2000點 那最後一波 通常會跟出生段一樣 就是距離差不多 這是通常我們台股的一個格局 那這樣的一個架構 其實對照以往台股的歷史 還有一定的可看性 那重點不是要講這個 重點是說我們如果來判斷 股票最好是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也可以 甚至買在這裡也不錯 但是千萬不要買在這裡 因為這裡是豬頭山的山頂 萬一你買到那個豬頭山的山頂 那打下去 那不得了 那一定是斷頭的 只要買到這裡跌下來一定是斷頭的 那如果來判斷一檔股票 不要買到這裡 如果來判斷一個行情 還沒有結束 後面還有高點可期 那如果沒有高點就不用買了 就是反手要放空了 對不對 那如果來判斷 舉這檔股票做例子 當你看到這檔股票的時候 請問它到底走完了沒有 那如果來判斷這個行情已經走完 開始轉為空頭了 如果我們把下面的股神系統蓋起來 你一定沒有答案 你到底哪裡是高點你不曉得 哪裡是低點你也不曉得 那這邊後面可不可以再追 你也不曉得 你看到股價在漲啊 所以你就會想追 但是這裡就是所謂的豬頭山的山頂 就跟這個點就是這個嘛 懂意思嗎 為什麼這個點是這個 下面有答案 因為主線它已經漲不動了 負線最後的反彈 當山線再度轉空 這個就是豬頭山的山頂 就是上漲最後一波 它已經開始要多頭轉為空頭了 就這個點就是這個點 懂得懂意思嗎 那這個點化身成股神系統裡面 我們看到股神系統這三條線 它還代表多空的變化 那這樣做會不會賺錢 會喔 這邊是12塊 這邊已經快24塊了 有100%的漲幅啊 所以這樣做理論上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高點到的時候 它有什麼跡象 主線沒辦法轉空 護線還在反彈 最後三線跌破 來 利用多空循環圖 它就好像春 夏 秋 冬 一季四季的循環一樣 多頭不斷上漲 漲不動變成空頭 空頭不斷下跌 跌不下去又變成多頭 多空不斷的循環 那多空的判斷 利用趨勢線 籌碼線跟動能線 由這三線來做判斷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裡 為什麼這裡高點的時候 主線會長不動 護線還在長 主線已經快掛掉了 這邊有 這個叫做負正正 來特寫一下 這個叫負正正 對不對 負正正就是陌生段 它已經最後一段行情要結束了 這個叫做多頭的陌生段 所以你會發現到了最後這裡 主線沒辦法翻多 護線還在長 這個叫陌生段 你就不會去追到這一段了 追到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要小心 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變成諸頭山的山頂 打下來就不成人形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如果來判斷這個點 就是利用古神系統這三條線 當它起漲點的時候 三線會翻牙 懂意思嗎 三線會翻牙 這個就是起漲點 當然之前還有最佳的買點 主線第二條線跌破 由這樣的一個三線的變化 中間會有假跌破 三線的變化來判斷它的高低點 判斷它最後高點到你該出場了 中間剛剛講過會有正負正 有沒有 這邊是不是正負正 中間跌破對不對 這個叫什麼 正負正叫做假跌破 懂得懂意思嗎 所以中間跌破包含這邊 正負負這個叫什麼 來正負負這個叫相形整理 懂得懂意思嗎 這一段就在做相形整理 整理完成之後呢 又再創新高 當然是最後這個高點 就是所謂的陌生段 就是這一段 第五波 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不能再追了 因為主線已經沒辦法翻兩隻 剩下負線再漲 由這樣的多空循環的道理 來判斷股票漲跌 這個就是所謂的股神系統 那這理論是可行的 它絕對不是理論 因為它已經變成實務上的運作 我已經把它變成實務上的運作 所以它不是理論 所以我們說股票多空的判斷 漲跌的密碼 就是用股神系統來做一個研判 來 這檔股票大力光 做光學鏡頭的 我們看這檔股票從300塊 三線翻兩之後 一波攻到600塊 這天是1月19號 漲停板600塊 300在這裡 600收盤 它已經漲一波了 那漲行情結束了沒有 沒有 因為主線還是沒有結束 所以我們說股價的判斷 用這樣的方式來操作 你就會有賺一倍以上的機會 事實上這種股票的例子 每一年都很多 不是一檔而已 它為什麼前面不會漲 因為前面是空頭 懂意思嗎 主線沒有翻多就是空頭 當負線翻兩 帶動主線翻多 一波上來 兩個多月就漲一倍了 這個就是股票多空 判斷簡單的道理 當然也有轉空的 有嗎 我們再舉例一下好了 這個股票叫做易光 這是1月19號的圖卡 從35塊漲到89 這也是漲快兩倍 那漲到這裡 最後這一波 看起來也不錯 因為上升軌道沒有跌破 所以這個要寫 看起來水水 看起來水水 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看下面就知道 你這個苦看不出來 你看大漲一波之後壓回 整個上漲的軌道也沒有跌破 所以我跟你講看起來水水 看起來水水 有沒有問題 打開就知道了 請問有沒有問題 問題是什麼 股價往上攻 股神線掉下來了 這個叫做背離 當背離之後 主線幾乎要掛掉了 所以這一波 你看股價再往上攻擊 你就要小心了 最後它是一個逃命 當它攻漲停板的時候 你如果看到主線漲不動 你要小心 這股票就是要逃命了 那後來會怎麼樣 後來就會崩掉下來 有嗎 這一天是1月23 封關前兩天 三線轉控 這檔股票叫做易光 代表這一波多頭行情已經結束了 不好意思 它的行情已經走完了 所以股票多空的判斷 其實是透過股神系統 很簡單的一個邏輯來做一個判斷 當然股票指數的原理其實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說股神系統到底是什麼 事實上它還在檯面上已經將近有四年了 當然這四年來 說真的我是比較自私 因為我不給別人用 都是我自己用 自己不斷的不斷的在印證 印證的結果說真的我都感到很驚訝 怎麼會這麼巧妙這麼的可愛 所以很簡單股票的判斷 多空的循環的道理 當你懂了之後很多市場的財富 它就會藏在裡面了 有沒有懂意思嗎 所以我想當初你進股票市場的時候 你在追求什麼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你要追求獲利對不對 你要買股票要賺錢對不對 那你要賺錢要考量什麼 要選什麼股票啊 買對才有呢 買對沒有啊 哪一檔股票是買點 什麼地方是賣點 買點要進場 沒有出現賣點你要勇敢的報 賣點出現一定要出場 甚至剛剛講過 當它波浪理論的第五波走完了 多頭已經結束了 你不出場就不得了了 因為這裡是豬頭山的山頂 你不出場會打回原形 懂意思嗎 所有漲的股票又賺回去了 跌回去了 所以我們就如何來判斷 選股票 如何找它的買點 如何找它的賣點 賣點如何來判斷 剛剛講過多空循環圖 如何來判斷股價到頂了 第五波到了 最後一波剛剛講過的 最後一波如何判斷 高點到了如何判斷 中間這個如何判斷還沒有死 行情還沒結束 有沒有看到答案了 這個就是股神系統 沒有 我們剛剛講都是多的股票 那我們去檔空的股票 剛剛也有走空 比如說易光 那我們來講一檔空的股票 我想一檔空的股票 今年如果很多投資朋友 你去買到這檔股票 大概是痛不欲承 大盤在漲漲1200點 它竟然在破底 有嗎 所以在多投市場裡面 你買錯股票 一樣把你斷頭出場 舉例一下 我們看看到底有沒有空的股票 好我們請看電腦畫面 來縮一下 後面這檔股票叫做 合情 看到了嗎 大盤漲1200點 你看這條線 這個叫主線 對不對 主線代表多空 它從八月份 這裡是八月 八月 轉空到現在 股價呈現破底狀態 大盤漲1200點 我們看大盤 漲1200點之後 拉回400點 還有沒有 正 戶戶相形整理 對不對 正戶戶叫什麼 叫相形整理 我們剛剛講過 主線沒有破 中線 第三線跌破 這叫相形整理 對不對 多投還沒有結束 叫相形整理 大盤的格局 就是相形整理 但是我們看剛剛那檔股票 再看一次 大盤漲1200點 對不對 它在破底 為什麼 因為這檔股票叫做空投的股票 轉空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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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如果你買的股票是錯誤的 判斷是錯誤的 萬一買到空投的股票 我們來回想一下 這檔股票的高點在哪裡 近期的高點 大概在72塊 如果你去買到這裡 47 額美自己算一算 從72跌到47 你一定被斷頭出場 如果你用融資操作 一定是斷頭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空投格局的股票 所以我們在操作上 很多人認為說 大盤在漲 所有股票都可以買 不對 大盤在漲 也有股票是轉空的 你看到這個就是例子 大盤漲1200點 它在破底 懂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空投 所以你拼命買買 買到72塊 你就準備被斷頭 因為會跌到47 還沒有跌完 因為三線還是轉空 還是沒有任何的改變 所以我們說在操作上 每個人都想賺錢 到股票市場裡面來 那你如何能夠選對好股票 如何判斷它的多空 如何掌握它的買點 如何掌握它的賣點 在哪裡 很顯然它不是用人為 自己憑空的想像 它必須有一套很客觀的一個工具 那什麼叫做工具 工具的特性很簡單 簡單 很簡單 太複雜不好 實用 固定 不能變來變去 從物 每一次都會準 而且一定要會賺錢 賺到 做夢也會笑 這個就是工具 你如果沒有工具 你要來這裡面做股票 不用了 我是覺得不用了 你不可能贏的 反過來思考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工具 那你要贏的機會 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對不對 當然你要知道 基本的股價架構 我們很多人在看K線 我跟大家講 K線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籌碼大於K線 懂意思嗎 K線的細部 K線只有講價沒有講量 量的細部叫籌碼 所以這個很細 所以我們說K線很簡單 因為它沒有籌碼 沒有量的關係 但是籌碼還是不夠 還是小於形態 形態還是小於趨勢 趨勢最大 趨勢就是王 趨勢就是流水 趨勢就可以創造無限的財富 舉個例子 有了 你看到這張核型就是了 你如果去買到好 再漲啊 沒錯啊 來K線特寫一下 好高興喔 你去買到這裡 小心喔 沒有賣斷頭 沒有賣 再斷頭 沒有賣再斷頭 為什麼 因為趨勢往下 你買買看啊 你高興不到兩天 你就會受傷了 所以我們說很多投資朋友 你看股票在看什麼 你永遠在看價 價永遠是最出錢的 價就是漲跌嘛 開高低收 這個就漲跌 就是所謂的K線 這個是做不贏的 懂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新手看價 老手看量 怎麼樣 價的細部 投入沒有 價的領先指標 叫做量 因為量比價先行 對不對 量的細部叫做籌碼 今天成交量 一千里到底誰買 外資投信法人 自營商 買誰買去了 不一樣 所以我們說老手看量 高手看籌碼 贏家看趨勢 因為趨勢最大 投入沒有 Pro級的就是所謂最頂級的 看股神系統 為什麼 因為它包含趨勢籌碼 跟動能 這三條線 股神系統怎麼做到的 它的基本的架構 投入沒有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很簡單 做股票不要拘泥 你不要迷信基本面 更不要迷信技術面 做股票一定要面面俱到 股神系統的由來 就是利用這樣一個原理 利用剛剛講的量價關係的架構 利用投入沒有股神系統 三條這條線 最客觀的工具 來 包含了趨勢線 包含了動能線 包含了籌碼線 以後這三線的變化形成 多空循環圖 多空循環的道理 就像春夏秋冬的道理一樣 股票到漲的過程 它有先發部隊 有主攻部隊 有後援部隊 大盤漲 類股不一定會漲 大盤不等於類股 不等於個股 類股會輪漲 也會輪跌 多頭輪漲 空頭輪跌 就像春夏秋冬一樣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上漲五波 活浪理論 下跌三波 轉成一個多空循環 那如果判斷股價的高點 我剛剛講過 就是利用多空循環圖 裡面的這三條線的變化 來判斷它的位置 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而且股神系統裡面 有一個特色 非常大的特色 利用這三條線 你由這三條線的變化 可以知道它現在所處的位置 翻多翻空 股價漲 指標跟著漲 股價漲 指標不會漲 股價在橫盤 指標領先下跌 由這樣的一個多空循環的道理 來判斷股價的位置 春夏秋冬的位置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多空循環圖的位置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完這個 同樣你有什麼感想 如果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沒辦法賺到錢 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表示你對股價還不夠深入 或許你用的觀念 判斷是很騙斷的 最後你沒辦法賺到錢 那如果在股票市場裡面賺到錢 很簡單 獲利永遠是無可取代的 好好想一想 民國94年你有沒有賺到錢 那未來的95年 現在的95年你如何能夠賺到錢 我覺得股神系統可以幫助你 當然他也幫助我 讓我的會員創造很大的獲利 這是我感到驕傲的 同樣如何來擁有股神系統 在新春期間 當然一定會有優惠的方式 希望能夠幫助更多投資朋友 來擁有股神系統 同樣股神系統在新春期間 特別推出優惠的專案 怎麼優惠 大家最關心的對不對 優惠到什麼程度 如何優惠 同樣我們來看一下如何優惠 對 對不起導播可能要NG一下 因為我找不到獨尬 同樣如何擁有股神系統 同樣如何擁有股神系統 在新春期間 當然一定會有優惠的方式 希望能夠幫助更多投資朋友 來擁有股神系統 同樣股神系統在新春期間 特別推出優惠的專案 怎麼優惠 現在的95年 現在的95年你如何能夠賺到錢 我覺得股神系統可以幫助你 當然它也幫助我 讓我的會員創造很大的獲利 這是我感到驕傲的 同樣如何擁有股神系統 在新春期間 當然一定會有優惠的方式 希望能夠幫助更多投資朋友 來擁有股神系統 同樣股神系統在新春期間 特別推出優惠的專案 怎麼 特別推出優惠的專案 特別推出優惠的專案 導播是說你講到優惠的專案 直接跳圖卡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 直接跳圖卡 直接跳圖卡 好 那你就用指揮棒 好 可以 5秒進現場 到哪裡 我不曉得講到哪裡 等一下等一下 就是這個 你現在就是要講這個 好 好 前面給他聽一點 然後直接跳圖卡 你懂 股神系統在新春期間 特別推出優惠的專案 怎麼優惠 大家最關心的對不對 優惠到什麼程度 如何優惠 怎麼優惠就直接跳圖卡 OK 股神系統在新春期間 特別推出優惠的專案 怎麼優惠 股神系統 預付六個月的傳輸費 就送你股神系統軟體一套 軟體免費把它送給你 另外包含的股神系統 傳輸費是預付的 預付完之後就把軟體送給你 另外包含股神秘籍 教學的VCD 這是之前我在三年前錄的 很多人說老師 你把股神系統講那麼好 可是你股神系統又不賣 我們沒有用啊 TOMIO現在除了把VCD送給你 還把股神系統軟體送給你 擦盤的新法 研究報告等通通送給你 詳細的內容 你可以跟服務人員詢問 過年期間 他們都在公司裡面 都有人值班 你可以詳細跟他打電話詢問 我們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好了 還有幾秒告訴我 還有幾秒 好 老婆 老婆 再再睡 一步六個月傳出費 受護神系統 超強的老人女道 蛤 四分鐘給你 老師 四分鐘喔 四分 不是剛剛說三十秒而已嗎 沒有 嚇我一跳 嚇我這樣 好 可以 開始了 可以 歡迎回到現場 股票指數 其實在股神系統裡面 都可以明確的告訴你 在指數部分 最難的 我想比股票難太多了 指數在做什麼 就在做多空 在做轉折 所以我們說股票市場很難 指數更難 指數在做什麼 就是多空跟轉折啊 那你如果來判斷多空 如果來判斷轉折點到了 它有由空翻多 或是由多翻空 你把這個掌握好 同一面喔 錢就賺不完了 真的嗎 舉例一下好了 好 我們看這張圖卡 這張圖卡是禮拜一 封關前 兩天錄的 我們看這張圖卡 跌到6378 我們看轉空 在哪裡 在這裡啊 主線跌破 有沒有最後一波空頭反彈 高點6767 從此之後這一段 過年前五天 跌了86% 很多人被斷頭出場 大家來回想一下 這段慘痛的歷史 有沒有 有受傷的應該是非常的多 我很慶幸我的會員能夠 安然避過這一波下跌 為什麼能夠避開 因為我看得很清楚 所以股程系統它不是理論 它是實務上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當然一定想說 老師那你用這個可以賺多少 你既然說實務上可以做 它不是理論 那你可以賺多少 有沒有 獲利永遠是檢驗投資的唯一標準 沒有獲利什麼都不用講 那個理論都是行不通的 那真的能夠讓股程系統 讓會員賺到錢嗎 你看這樣來操作 你就可以賺到錢嗎 舉例一下好了 過年前漲了一千兩百點 對不對 12月 10月28號開始起場 過年前這一段 七七四十九天 七個禮拜 七七十九天 一個禮拜七天 全勝 賺超過一千點 怎麼賺到的 有沒有 其實不困難 你只要跟著股程系統的腳步 我就這樣帶會員 我就可以賺得到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把每天把股程系統的多空 看得很清楚 你就不會做錯邊了 來 封關之前 21天贏20天 應該是可以啦 有沒有 再如果再贏 那變神了 那變媽祖 所以他不是理論 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如果能夠擁有股程系統 我想這是每一個人共同的夢想 當他擁有之後 你就不會做錯邊了 多空不要做錯邊 這是傷害最大造成的原因 當你把多空都掌握得很明確 你怎麼可能賠錢 所以你想想看 來 如果擁有股程系統 新春期間 你預付六個月的傳輸費 預付六個月 我就送你股程系統軟體一套 另外包含教學的VCD 如何操作股程系統的VCD5片 操盤的心法一整本 每天的研究報告等等 通通要送給你 過年期間 公司的服務人員 他並沒有休假 公司都有人值班 你只要打電話去 他會跟你做詳細的說明 你今天把手續辦好 今天他就會用快遞 用7-11快遞把它寄給你 通常大概24小時就可以收到了 那如果是台北縣市就會更快 當然你可以直接到公司來 領取軟體 把它安裝好 新春開盤之後 就可以跟我們同步 來做一個操盤 這是我從來沒有的優惠 股程系統的軟體 也是從今年開始 開始把它行銷 把它送給 賣給 有緣的投資朋友 新春期間 真的是一個特別 最大的一個優惠方式 預付六個月的傳輸費 就會免費送你 股程系統的軟體一套 假日一樣公司都有人 記得把手續辦好 我們會很快寄給你 最快速度寄給你 你新春就可以跟我們同步來看盤 你也不用擔心 沒有人教你 放心一定有人把你交到會 記得把手續辦好就可以 我們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年能夠賺大錢 明天見